2019年7月16日 故宫五英殿 一块大型展板上凸显的奇异图形 格外引人注目 它是什么 乍一看犹如怪兽 双目元针嘴阔笔宽 目发出关 仔细看图像的上层 还有一方形小脸 下脸一双细长的手臂 正中最下方既像红须 又像立着 这一人异瘦的图像 出自史前时代的两组预期 出乎意料的是 它们原本只有方寸大小 隐隐约约 却反复出现 显得更为神秘 在没有发现文字的时代 它有何寓意 又传达着 怎样的文化信息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家港 离梁祖遗址 墨角山宫殿区不远 2016年 考古人员在这一带 发现了梁祖早期的 治愈作坊遗址 五七年前的腹凿之声 铿锵在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1986年 考古人员在梁祖遗址 与一座大型墨葬群 不期而遇 这是一处 由十一座墨葬组成的 高等级墨群 在令人目不暇气的随葬品中 上千件美不胜收的玉器 尤其令人震惊 在中间位置的十二号墓中 一件体积硕大的玉丛 这件玉丛高约8.9厘米 重约6.5公斤 是寂静发现最为宽大 造型及图案最为典型的史前玉丛 因而被称为玉丛王 和玉丛王同时出土的 还有一件大型玉丛 因其制作精美 也被称为玉丛王 这两件重器 出自同一墨穴 在墓前发掘的两种墨葬中 规格最高 但紧接着地发现 才真正令人喜出望外 玉丛挖的时候 在野外就看不了那么仔细 光知道这个地方有文饰 没有那么仔细 挖回来以后 摄影师在冲照片的时候 这很惊讶 跑过来 我还印象挺深 给我们大家看 所以你看上面有个手 果然 在玉丛王的四面凹槽中 共有八个四人四寿的 繁复刻文 而玉丛王的刃脚两侧 也各有相同图案 五官鲜明 四怒非怒 神秘威严 考古人员首先联想到 商周青铜器上 常见的寿面文 在那些石器 酒器 水器和乐器上 这面目猙獰 令人望而生畏的鬼脸 比比皆是 后人认为 他们是贪吃无度的怪兽 饕铁 于是又称之为 饕铁文 他们大量出现在 两组玉器之上 让寿面文的历史 一下子前推了一千多年 然而 他们真正的含义 是什么呢 其实 这种图腾崇拜 在考古界并不陌生 由于史前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们对大自然的力量 充满敬畏 又无法解释天上飞鸟 水下鱿鱼的超人能力 似乎一切都受鬼神支配 自然崇拜由此而生 在彩陶文化中的鱼形 蛙形和鸟形文中 就可以一箭端倪 古人还把一些大型猛兽 整合幻化成一种 现实中不存在的神物 顶礼膜拜 考古队都是很兴奋的 第一次发现了完整的神灰 没有神灰之前 一直认为是寿面文 完整的神像 那就不一样了 对于两种预期的功能 定位各种东西的 产生的渊源 产生的原因 有了不同于以前的人士 持续多日的焦虑 让年老多病的气疲惫不堪 辗转反侧 昏昏沉沉之中 他仿佛看到首领 头戴羽冠 表情威严 驾驭着目光如去 轻面疗养的神兽 所向披靡 突然 他们迎面扑来 齐乍然惊醒 一切历历在目 在齐看来 这或许就是神域 造神域弄里边 夫妻女娲就是人手舍身的这样 所以她是一个融合的 早期的信仰里边 祖先一旦去世之后 她就升格为神了 她就跟神界融到一起了 不同于后世的寿面文 两株神徽 由上小下大 两张面孔组成 小面孔写实 近似人 大面孔夸张 泪似兽 上下又通过手臂相连 构成完整的足徽 专家称之为神人寿面文 她既是人类早期 造神阶段的反应 也体现出 两种过人 天人合一的朴素观念 她就是个太阳神 你看她那么圆的眼睛 那么大大的眼睛 上面还刻在鸟 全世界民族 她都崇拜太阳 她只不过崇拜太阳的图像 可能有点区别而已 两主的神人 他带着女官 胳膊 其实就是像鸟的翅膀的形状 那个腿应该是这个人的腿 而且他的脚已经变成了鸟爪 表现这个人 正在处于一种 跟神鸟互变的 这个在萨满式的宗调 是一种很常见的一种观念 就人跟动物是可以互变的 根据我们古代文献 这种形象叫做虎骄 能够骑虎的人一定不是一般的人 它是巫师的形象 为了沟通天地 具有上天陆地的功能 仔细观察 神灰上的人面 成道低形 有学者认为 这似乎是戴着面具的巫师 骑着神兽 做法通天的瞬间 而巫者 随着地位的上升 或者过去 他的形象 最终转化为整个两主部族 信仰的神礼 然而 在青铜器出现之前 两主人 为什么将玉器 作为神灰的载体呢 中国东北较的乌苏里江流域 原始森林一望无际 冰天雪地 人际汉治 然而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迄今最早的人类加工玉器 居然出自这里 距今大约九千多年 发掘出土 玉绝 玉珠 玉环等玉器 两百多件 之后 玉文化 开始在东北亚蔓延开来 在内蒙古与辽宁交界的 红山文化遗址中 不仅发现大量兽鸟 昆虫和玉人等玉器 还出土了 号称中华第一龙的玉珠龙 龙由此逐渐成为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 鼎礼膜拜的神圣象征 在去红山的话 一千多公里外的长江领域 林家滩遗址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类似的玉文化遗存 他们都有对龟的崇拜 林家滩很有名的器物就是那个玉人 红山也有这样的玉人 林家滩有一件玉龙就是跟红山的猪龙就更像 学界普遍认为 林家滩玉器的组合和治愈工艺 与两种玉器关系密切 因此不排除红山文化 也间接影响了两种文化 玉器出现在人类生活之初 就与原始信仰密不可分 技术活动它要有媒体要有工具 这个玉它发现是其中比较理想的 因为它中性 中性和谐 沟通在于和谐 所以它最早把这个玉 从这个石头里头辨认出来 然后赋予它一种价值观 李记忆上它有句话 第一有五经 握住一记 就是记忆底是第一位的 这玉恰恰是用于同神的 一于是神的 有学者认为 以玉是神正是记地的本源 而两主玉从大多外方内缘 中间贯通 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 天缘地方理念 因此 玉从很可能就是 两主人用于沟通天地的法器 宗教是这个社会最强的凝聚的力量 那些重要人物 他们是通过宗教的权力 来管理社会的 你要让大家认可你的领导 那你要展示的是什么呢 是我的宗教的能力 我和天地沟通的能力 1987年5月 考古人员又在离返山墓群 约十公里的摇山 发现了两主早期的十二座墓葬 和一千多节玉器 墓群建在三重附斗形结构的土台之上 边缘 海气有石头祸泊 摇山因为除了墓葬之外 它在山上做了一个回字形的结构 用清淤泥来把它勾填平 不同颜色就内外就去分开了 所以当时就认为是一个 比较高等级的这样的祭坛 它肯定也有些祭祀活动 两主时期 玉器被赋予灵性 当它和神灰组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两主人的原始崇拜 而拥有这些通灵玉器的人 就是那些能与天地沟通 呼风唤誉的大巫师 玉丛就是一个完整神像 是一个神权拥有的象征 也是应该是请神用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那个文室雕得很细密 对于神长什么样 那只有这个通神的人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用来掌握神权的一个手段 和玉丛相比 玉丛的造型更加直观 它来自作为兵器和生产工具的石斧 斧头转化为玉丛 你看玉丛一个木球一把 它实际上是代表了军事指挥权 具有生杀玉丛之权 把神灰刻在玉丛之上 也同时带有王权的象征 因此出土玉丛王和玉丛王的返山十二号墓的木主人 很可能是一位即王权和神权于一生的显赫人 他肯定是最高等级的人 那么最高等级的人 我们就称他王 也未尝不可 梁祖那个时候已经具备了 找知国家的形态 他是个王国 摇山出土的玉丛上 虽然没有完整的神灰 但却在玉丛的四角 由简化而抽象的神人寿面纹是 在上海福泉山遗址 同样出土过一件 刻满神人寿面纹的象牙权杖 江苏四吨遗址出土的两主文化玉丛中 也布满或繁或简的神人寿面纹 神灰其实 我的看法是两主信仰的统一标志 所以他要崇拜的 真崇的 不能有任何冒犯的 在两主八十多年的考古过程中 发掘出土的两主玉器 已有上万件 而神灰反复出现在一些 高等级玉器之上 使整个长江下游的太湖领域 呈现出统一的文化面貌 它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 它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 一个政治实践 是我们中华文明形成的 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标志 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返山和摇山墓葬群中 出土玉皇的墓葬都不见玉月 而拥有玉丛 玉月 三叉形器的墓葬又不见玉皇 黄也是一个标志 那么黄 黄轮 可能代表它主人是女性 这张三叉形器的墓葬 它往往就不出黄轮 不出黄 那么由此我们判断 出三叉形器的可能是男性 这些三叉形器 成祖锥形器和冠状形器 一般都佩戴在男性贵族的头部 女性则佩戴由玉管串 玉环和玉皇组合而成的配饰 手带玉镯 有些墓葬还会陪葬玉放龙 我们看到都是规范的玉丛 有棺状器 什么三叉形器 都是比较规范的 而且这些器物上的图像 都是很规范的 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一个规范的表达 这个是梁主人的一个创造 在凡山墓群中 有的墓主人只拥有玉丛 或者只拥有玉月 由此判断 这些墓主人很可能是只掌握 单一权力的梁主贵族 玉旗常为身份与地位的标志 梁主文明它就是一个玉文明 它通过成属玉礼式的种类 数量 品质 组合 等等来彰显拥有者 以及聚落群的等级和规模 在整个东亚大地上 这个梁主文明开创了 这个李治文明的这个 是《鲜河》 可以想见 精神的氛围 显示出王权神兽的权威 令整个部族仰望敬畏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 迄今在长江下游地区 发现的六百多个梁主文化遗址中 出土高等级玉器的遗址 只有几十个 绝大部分平民墓葬的随葬品 则非常简陋 陶器 石器之外 偶有少量玉器 也极为简单 品相平平 缺少焚饰 体现出梁主社会 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 梁主我觉得至少可以分为四个吧 梁主古城那是最高级的 各地区的 涉北像福泉山 四尊那些可能算是二级的 还有一些中级的墓 小型的墓 那差别就更加的明显 所以我们从这些都可以看到 梁主是一个高度等级化的一个社会 玉器成为梁主人 区分社会等级与阶级差异的标志 进而自上而下 形成一套标准完整的礼仪系统 梁主古人就是通过藏力与玉 确保和巩固部落王国的统治 虽然随着精通礼器的出现 玉不再是礼制的主要载体 礼制的内容也有所变化 但是梁主敬天礼地 神人相通 标志身份 划分阶层的礼制概念 一直影响着后世 揭开梁主玉器的奥秘 为研究梁主文化打开了一扇门 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疑问 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时代 五千年前的梁主工匠 用什么攻克坚硬的玉石 尤其梁主神灰 在它比火柴河还小的面积上 却有上千条细密的刻纹 它这个微雕达到了 匪夷所思的程度 我们数过一个毫米里面 互不重叠的它可以达到五条 史前的梁主人 何以有如此精湛的雕刻技艺 细致若微的神灰生动逼真 不仅让考古人员着迷 也引起不少社会人士的追捧 第一次看到神人的寿命文 就被他吸引 这么细致均匀的纹路 很难想象是五千年前的雕刻作品 宋子良 他现在最痴迷的工作 就是用现代科技手段 复原古代文物 今天是一个重要日子 将近一年的努力 即将面临检验 他要用3D打印技术 复原两组预期上的神灰 既然五千年前两组人可以用手工把它雕刻出来 那么我们能不能借助现代科技也把它做出来 打印完成 不想同比例复制的课文效果 却不能让宋子良满意 我们是借助计算机 我们借助电脑 我们可以放大十倍 二十倍 那反观一下 古人要刻一个三四厘米的一个神灰 在每毫米里面有三四根线 甚至五六根线 它在没有放大的一个工具的一种情况下面 它是怎么刻出来的 而且它的线条这么匀称 它的精细程度又这么高 它的记忆达到了什么样的一种程度 这个不可以想象 我觉得太高超了 惊叹与梁主人高超记忆的 除了宋子良 还有一位传统的治愈匠人 在梁主河心区所在的平遥镇上 阿玉也在前行复制玉存来 阿玉是土生土长的梁主人 也是远近文明的玉将 利用现代电动工具 玉存王的拉皮成型很快完成 接下来就要挑战神人寿面文了 但他并不急于动手 他要等待 直到夜幕降临 这个东西没有咱俩 一点外面的乱七八糟的想法没有 乱七八糟的想法里 做事情做不好来一集 不用心了嘛 精力分散了 阿玉摒弃宁神 尽管他用的是乌钢客道 但要在微小的面积内 雕刻上千个线条 仍然如履薄冰 为了保证线条流畅 一旦下刀必须一气呵成 以至于每个动作完成 阿玉都要停下来喘口气 说实话 一个现在没有这个心 静下来 静不下来 年纪呢 有点大了 这个东西有点累 一个月后 阿玉刻刀下的神灰图腾脱颖而出 但放大后仔细观察 刻纹的深度和圆润度 还是有些不尽如人意 阿玉推测 雕刻玉从神灰的古人 一定是位不凡的玉雕高手 在没有金属制品的粮主时期 他们究竟是用什么工具 雕刻出让金人望尘莫及的精美作品呢 新石器时代的两主人 主要使用石制工具 即使是细石器 也无非石刀 箭头 但诗经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阿玉决定再用碎石测试一下 因为这种石料 在两主治愈作坊遗址中出土最多 碎石是一种石英石 硬度可以达到七度 高于两主的透扇石类软玉 这次结果又会如何呢 折头刻起来要精细 就是很容易磨损 磨损的地方就是没有坚韧的嘛 弄不下去了 以前的工艺真的做起来是很累很累 阿玉的测试潜尝折止 因为碎石的损耗太大了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完成神灰的完整雕刻 一两年估计是最少 做了那么大的一个一层的话 那一上我们现在说话就是大石剧 那个时候是怎么做成那么好那么细 现在说实话我都还想不通 两主人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来雕刻神灰呢 来自南京大学的黄建秋教授 希望从痕迹学的角度来一探究竟 两个文化运程上的文样呢 它的线条的特征呢 就是一个短再有一个呢宽窄不一 但是有一定的深度 那么深度怎么形成呢 由于它是用水石刀刻 而且呢刻多次 多次来来回回刻 所以呢形成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深度 有一种生气勃勃的感觉 看起来非常有力 除了微雕 两组玉器的其他制作工艺 也显示出非常规范的技法 这是一块两组遗址出土的玉器半成品 在它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湿化在预料上的设计定位稿 钻孔的圆和四周的方形设计线条 都显而易见 中国古代传说中 福西左手持举 女娲右手持规 所谓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两组预料上的设计线稿 可能是中国规矩传说的最早时政 也让我们感叹 两组古人对玉器的理解和设计规划能力 除了设计能力 古人对玉石进行切割 钻孔 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答案 也许就藏在这件两组文物之中 这是一块两组石器的废弃预料 它的铺面上 可以看到钻孔石留下的细腻纹路 与现代金属钻头 留下的痕迹极为相似 两组人一定掌握着某种加工诀窍 黄建秋准备做一组石宴 来破解两组人的治愈技巧 首先是钻孔 用竹管做钻头 在玉料和竹管的接触面上 放上石英纱 用麻绳制作的公子 带动竹管钻取玉心 竹管 麻绳 石英 都是中国南方唾手可得的材料 那是不见面子 带动竹管钻取玉心 带动竹管钻取玉心 对这些材料 是不见面子 我告诉你 在这些材料 是不见面子 这个材料 好像要不见面子 是不见面子 我这些材料 的不见面子 都是参与的 多了 它是不见面子 和我把带脑子 因为这些材料 是不见面子 那是陆子 我还不见面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预料就直接固定在上面 再用一个主管压住它 这个转动实际上就是转的工具本身不动 但是预料它随着这个大转盘的运动 它在转动 那么这种转动就成为单向转动 两组文化这种大型的玉虫玉壁 那么它中间的这个孔壁上下变化不大 就意味着它应该是单向转动 把穿孔留下来的痕迹 如果这一推测成立 就不仅解释了两组钻心上 为什么有单向高速打孔的痕迹 也说明两组可能是最早掌握 轮轴机械的史前文化之一 除了钻孔技术 还有线切割和片切割技术 它们在两组治愈中最为常见 线切割就是用绳索和金条 粘上史英纱 来回摩擦 切割预料 类似今天的钢丝剧 两组预期上的那种圆滑的弧形结痕 就是线切割留下的 而片切割的工具是片状的 以保证平脂的切割方向 两组预料上的平脂凹痕 就是片切割工艺留下的 黄建秋发现 这两种切割技术 看似难度不大 但一味技工一小时 只能切割出约一厘米的凹痕 虽然史前的原始切割工具并不稀缺 可以随时补充损耗 但更重要的还是育工 熟能生巧和滴水穿拾的耐心 考古人员发现 两组故人不仅掌握了史前最高超的制育技术 其制育作法也不止一处 由此判断 两组时期的预期制作 已经达到规模化 专业化的程度 从选料 切割到雕琢 各取所长 分工明确 天气转好 齐的身体恢复了许多 看着远处高高的田木山 和即将拔地而起的王城 其感慨万千 当初首领带领部族千辛万苦而来 安居乐业 自己的手艺才得以延续 不远处 儿子正在加工预料 齐觉得是时候把预料的秘密告诉他 把祖先的传统和记忆传承下去 两组一纸出土的玉器成千上万 预料及半成品更是数不胜数 但如果没有充足的玉石来源 还会有如此辉煌的玉文化吗 刚出土的两组玉器 看上去并非玲珑剔透的样子 一片灰白更像石器 其实它们的本色同样坚盈温润 但四五千年埋在古墓中 酸性土壤让玉器受尽变色 形成所谓的鸡骨白 令人难以判断玉料的类型与来源 但按一般规律 在生产力低下的史前时代 两组玉器的原料更应该就地取材 或许当年的玉石矿 就在两组古城附近的某个地方 但桃果人员一直没有照到 与两组玉器相同质地的透闪石矿外 或许通过其他角度 可以找到相关线索 两组古城位于三面环山的C型盆地之中 东边就是平整肥沃 面积更大的太湖平原 然而两组人却没有把古城建在那里 平原地区没有山的 没有山的话是没有玉矿的 它为什么要把这个城 要把这个玉器加工的一个中心地点 要选在这个靠山的地方呢 我们是认为两组古城在五千来年 左右突然兴起 可能就是和玉矿资源的控制 比较相关的 两组古城西北四十公里 就是文明侠尔的天木山 山海经中曾记载它为浮玉之山 如果两组预料属于旧地取材 天木山附近或许就有玉石矿存在 考古人员据此展开了调查 顺着溪流 它们进入一条狭小的溪谷 两组时期还没有金属工具 有些学者推测 两组预料或许是在溪流附近减食的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流水料 在溪流边的石壁上 罗伊达采样观察 里面似乎有透闪食的成分 这个原型的价格就是结鬼血液 这个结鬼血液里面很透闪食的 就是很透闪食的草物 两树的药呢 根据东老师他们年旧的话 主要还是闪着药 所有的药也有 所有的药也有还是需要的 都数量让你的药比较还是省日雨 所以省日雨的话 我们这个价值暂时也不会放弃 因为它成框的基本条件 至少要比其他地方要好 虽然学者们还没有找到梁祖石器的大型浴矿 但初步的调查已让他们有了持续追索的信心 我们现在采到的标准 它的纯度 还不能真正说它已经是透闪食药 它的这个含量并没有到这个药的这个含量那么高 但是呢 这就证明在我们这个周边 它是具备药的成况条件 在目前的靠谱发现中 两种晚期透闪食药期的数量越来越少 用料多为蛇纹食药 可见当时透闪食预料资源 已经逐渐消耗殆尽 这可能也是今天难以找到 两种玉矿的原因之一 但无论如何 对玉石资源的掌握和控制 使两种文化得以延续千年的根本所在 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八千年也好九千年也好 始终不是张思平的概念 始终是稀有物资被少数统治者所垄断 这个垄断实际上反映的是 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变化 直到两种社会晚期 这种垄断局面才似乎有所变化 考虑的观看 这种垄断局面才会是 稍微的佐渡 存在了一种 适天的东西 岁可在这个里面 这种垂断里面 好像是有产生的 有产生的 图压 那会不会有产生的 那会不会有产生的 你怎么会有产生的 真正的 那会不会有产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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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终于按时完成了《玉器之王》的制作 他虔诚地将这件独一无二的玉丛 献给不足之王 王仔细端详着这件 体量巨大 纷饰精美的玉丛 目光停留在栩栩如生的神灰上 随后 把它高高举起 向天地示意 两主部族就在这里 此刻 其的家族荣誉和记忆 也将得以延续 或许 正是这样的新火相传 让一段灿烂的文化绵延至今 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五千年的历史或许并不算遥远 玉石也并非那么稀有 但在没有发现文字和金属制品的史前时代 它却成为中华文明 从萌芽走向成熟的见证 2012年 陕西神墓市发现了距今四千年左右 面积更大的时髦过程遗址 所属文物中也有不少玉器 而在其黄城台基纸的条石上 同样出现了寿面纹雕刻 看上去与两主神灰颇为神似 那时的中国历史 已经跨过新石器晚期的门槛 开启了下代的大门 当一个民族把他的性格与气节 精神与理想赋予其中的时候 玉器文化就成为中国历朝历代 不曾间断的崇尚 这一过程从近万年前一直延续至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